杭州律师王成在黑龙江建三江被殴打致伤 拘留15天后 12号全家被当局强制前返回湖北老家 目前仍有14位公民 因为申员建三江4名律师而被关押 并且遭到殴打 前往营救的律师透露 当局拒绝律师会见 还肆意污蔑法轮功群体 王成律师才释放回家没几天 就被杭州国宝威逼离开杭州 王律师尚有七旬老母 儿子不满两岁 已被停水断电三天 国宝威胁不允许他的孩子在浙江读书 理由是他参与太多的维权事件 14位公民因申员建三江案4名律师被拘 11号 丁其磊等3位律师和3位公民 到建三江七星拘留所要求会见被拒绝 还遭驱赶 不准靠近拘留所 目前仍在建三江的令七磊律师表示 建三江依然很黑暗 3月20号 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位律师 前往黑龙江建三江农肯总局青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 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法轮功学员 遭到暴力殴打和拘留15天 该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和各国媒体的跟踪报道 新唐人记者雄斌舒灿采访报道